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面临对其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意义 拜登对加沙人质的信息,坚持住,我们来了 中东的暴力循环继续滋生不容忍 斯塔莫面临前排不满 因为苏格兰民族党提出了停火加沙的动议 美国对战后加沙可能的样貌有一个想法 以下是几乎所有人反对的原因 请大家收看 美国面临对其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意义 华尔街日报 拜登政府在加沙冲突期间 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内部不满 对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表示反对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写了一份备忘录给部门员工 承认了这些关切 并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表示同情 政府还面临来自民主党议员的压力和美国公民的抗议 他们将这场冲突视为人道主义灾难 另一方面 以色列的支持者认为 哈马斯的行动证明了以色列的军事回应是合理的 拜登对加沙人质的信息 坚持住 我们来了 路透社 拜登总统表示 他正在进行每日讨论 以确保哈马斯激进组织扣押的人质获释 他表达了他相信 人质将会获释的信念 并向人质家属保证援助即将到来 拜登没有提供具体的谈判细节 但表示他每天与相关各方进行交流 在他的讲话后不久 拜登在中东事务上的高级顾问布雷特 迈德克宣布 他将前往该地区与以色列 约旦河西岸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的官员进行会谈 白宫声明还提到了 需要遏制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极端定居者 目前 哈马斯扣押的大约240名人质中 只有4人获释 以色列人质家属 已经开始了为期5天的游行 要求政府采取更多措施 确保他们的获释 与此同时 华盛顿的以色列支持者 计划在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引发抗议后 举行一场以色列游行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 已导致超过11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约40%位儿童 塔塔尔一直在哈马斯 和以色列官员之间的人质谈判中 发挥调解作用 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也在升级 许多巴勒斯坦人 在与以色列安全部队 和定居者有关的事件中丧生 以色列表示 他们正在约旦河西岸 对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 武装派别的激进分子 进行反恐行动 中东的暴力循环 继续滋生不容忍 德国明镜周刊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和贫民伤亡 让许多巴勒斯坦人感到创伤 并充满恐惧和愤怒 出生于加沙地带的导演 演员和知识分子 萨拉 胡拉尼 萨拉哈瑞尼 过去几十年 一直致力于消除绝望和苦涩的情绪 这些情绪代代相传 他寻回难民营 学校和青年中心 努力赋予和鼓励巴勒斯坦人 尤其注重去极端化和减少愤怒 他认为这场冲突将在未来多年里 继续剥下仇恨和暴力的种子 中东冲突有着深刻的根源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英法殖民势力对该地区的划分 以色列国的建立和1948年纳克巴事件 导致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和平进程的失败和持续的以色列占领 只会加剧巴勒斯坦人的挫败感和愤怒 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 奥斯路协议和其他谈判 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他们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抵抗 该地区的未来仍然不确定 人们担心加沙目前的战争 可能导致更多的暴力和苦难 一些专家认为 明确的终极目标和对非暴力的重新承诺 对于达成解决方案是必要的 然而 以色列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持续的占领 使得两国解决方案似乎不太可能 持续的冲突和创伤 只会加深双方的仇恨和恐惧 使得和平解决方案更加具有挑战性 斯塔莫面临前排不满 因为苏格兰民族党提出了 停火加沙的动议 金融时报 工党的几位前作议员 正在考虑违抗领导人 基尔·斯塔莫爵士 并支持要求加沙停火的呼吁 苏格兰民族党已提出修正案 要求立即停火 如果该修正案被下议院议长选中 将进行投票 工党议员被告知 在苏格兰民族党的修正案上弃权 如果他们支持该修正案 将被解除任何前作职务 随着对以色列 对加沙的轰炸施加压力 斯塔莫预计将面临辞职 或被解雇的情况 前作议员们 被迫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美国对战后 加沙可能的样貌 有一个想法 以下是几乎所有人反对的原因 澳洲ABC 美国呼吁 在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结束后 迅速解决加沙地带的治理问题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PA 曾在2007年 被哈马斯暴力驱逐之前 统治加沙地带 目前 PA只在以色列占领的 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 掌控民事事务 PA没有完全的国家权力 如边境控制或军事力量 并依赖以色列进行税收征收 它在阻止以色列 在约旦河西岸 进行军事行动方面 几乎无能为力 美国希望PA重返加沙地带 但PA表示 除非与以色列达成全面和平协议 并由联合国监督 否则不会这样做 许多巴勒斯坦人 对PA持怀疑态度 并指责其腐败 和与以色列合作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排除了PA重返加沙地带的可能性 称 担心针对以色列的煽动 和PA对巴勒斯坦囚犯家属的支持 美国正在考虑 将PA视为加沙地带的 适当治理实体 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领导人 对这一解决方案持反对态度 拜登政府认为 迫切需要朝着巴勒斯坦国家建设的 谈判解决方案迈进 以色列警方对10月7日 袭击期间的性暴力事件展开调查 路透社 以色列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对哈马斯武装分子 在10月对加沙地带周围 以色列社区发动致命袭击期间的 性暴力指控展开调查 由于案件的复杂性 调查可能需要数月时间 在一些疑似犯罪现场 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 枪战持续了数天 由于经历了创伤 幸存者也很难表达他们的遭遇 示威者在华盛顿支持以色列 谴责反犹太主义 路透社 数万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 以表达对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团结 并谴责不断上升的反犹太主义 抗议者聚集在国家广场上 许多人挥舞着以色列和美国国旗 组织者估计有20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 以表达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要求释放人质 并谴责反犹太主义暴力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抗议和公开示威 同时也导致美国出现反犹太主义 和伊斯兰恐惧症事件的增加 美亚谈到以色列袭击医院所涉及的法律复杂性 经济学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 导致许多医院和救护车受损 物资短缺导致加沙的医疗系统 被描述为无法挽回的地步 武装冲突法 LOAC坚持认为 打击行动必须在实现敌人投降的军事必要性 和人道主义考虑减少破坏和人员伤亡之间取得平衡 LOAC将医院和救护车视为特殊的尊重和保护对象 但这种保护可能会因为三个条件而丧失 医疗基础设施被用于对敌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敌方部队发出有效警告 警告被无视 以色列国防军IDF表示 哈马斯一直在滥用救护车和医院进行军事目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受保护的地位 这还要求以色列警告哈马斯战士停止滥用设施 并允许伤病员的疏散 以色列被指责未能始终遵守警告对方行动的义务 博尼 桑德斯面临压力 进步派敦促加沙停火 华盛顿邮报 参议员博尼 桑德斯应对以色列和加沙冲突采取细腻和谨慎的态度 而受到前任工作人员和支持者的批评 尽管许多进步人士呼吁立即停火 但桑德斯主张人道主义停战 这引起了他的支持者的失望和沮丧 他们原本希望看到他领导一场反战运动 桑德斯一直是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坚决批评者 并以支持巴勒斯坦人而闻名 然而 他拒绝呼吁与哈马斯立即停火的做法 引发了一些前支持者的背叛指责 尤其是吸引了他竞选的穆斯林选民 桑德斯拒绝了采访请求以讨论他的观点 但在书面回答问题时 他表示哈马斯希望永久战争和以色列的毁灭 并不会遵守停火协议 相反 他主张延长人道主义停战 以便提供援助并继续人质谈判 他还建议向以色列发送的安全资金 应该有使用要求 包括停止任意轰炸和冻结约旦河西安的定居点 桑德斯反对停火的立场 赢得了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APAC组织的赞扬 而他此前曾批评该组织不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其他进步派参议员 如伊丽莎白、沃伦和克里斯、范、霍伦 也面临来自活动人士的压力 他们认为这些参议员对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工作不够 一些活动人士亲自面对这些参议员 要求他们呼吁停火 到目前为止 理查德、德宾参议员是唯一表示支持停火的参议员 对这些参议员的压力反映了公众舆论的整体转变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近一半的民主党人认为 拜登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心不够 在加沙 由于医疗基础设施的崩溃 死者无法统计 华盛顿邮报 加沙的医院正面临应对困难 燃料储备耗尽 电力被切断 包括加沙最大的使法医院在内的医院 因发电机燃料耗尽和通信中断而关闭 医院陷入了战斗的交火中 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利用医院掩盖他们的基地 哈马斯则指责以色列瞄准卫生设施 由于没有部门发布数字 信息稀缺 通信中断使得统计死亡人数变得不可能 联合国估计数十万人仍然滞留在北部 无法或不愿离开 美国最近加大了对以色列解决加沙入侵 所带来的严重人道主义影响的压力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表示 以色列对医疗设施 人员和运输的多次袭击应该被调查为战争罪行 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将加沙的困境归咎于西方 BBC 来自57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 在周末聚集在利亚德参加阿拉伯伊斯兰联合特别峰会 他们批评了西方 特别是美国 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反应中所看到的虚伪和双重标准 领导人们指责西方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同时给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做同样事情的绿灯 这次峰会旨在向美国施加更大压力 迫使其对以色列结束战争施加更多压力 然而 领导人们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存在分歧 峰会还凸显了中东地区的动态变化 由于冲突 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变得紧张 对阿拉伯青年的激进化问题也越来越担忧 领导人们对联合国安理会 未能制止以色列表示失望 并批评美国反对停火 虽然西方在中东地区并未失去盟友 但人们担心 美国对该地区的兴趣正在减弱 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战争的残酷画面 让新闻编辑室面临艰难选择 纽约时报 最近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将图像问题以及新闻媒体 是否应该展示这些图像的问题 推到了媒体的前沿 这场战争的视觉编年史 展示了照片如何被冲突双方 利用来操纵公众舆论 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媒体机构来说 选择发布哪些图像的问题 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他们需要权衡图像的恐怖程度 和对冲突受害者的责任 新闻机构还感到 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负有责任 其中许多人可能不知道 他们的亲人已经被杀害或受伤 报道冲突的后勤困难 也带来了挑战 国际记者对加沙的接触有限 新闻媒体不得不依赖 当地的自由摄影师提供图像 以色列和埃及政府已被正式要求 允许新闻媒体更多地接触加沙 新闻媒体还在努力验证图像的准确性 因为许多图像被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他们试图准确地呈现事件的发展 但当有这么多人试图通过图像 传播错误信息时 这是困难的 以色列外交部长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不适合领导 路透社 以色列外交部长埃利 科恩批评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 称他不适合领导这个全球机构 科恩指责古特雷斯 未能谴责激进组织哈马斯 并与伊朗关系过于密切 科恩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发表了这些言论 他在会上与世界卫生组织 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面 联合国尚未立即回应科恩的批评 古特雷斯此前曾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示关切 这些行动已导致超过一万一千人死亡 其中包括二百四十名以色列人质 拯救加沙 免于人道危机的使命正在崩溃 华尔街日报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核工程处 安瑞尔表示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 严重考验了其应对能力 超过一百名工作人员被杀 供应被以色列封锁 周二 联合国发言人表示 燃料短缺意味着该机构的功能将逐渐崩溃 救护车 污水和卫生系统将停止运作 超过66人在联合国设施中避难时被杀 另有550多人受伤 联合国表示 加沙至少有183所学校被用作避难所 自以色列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超过75万人在安瑞尔学校避难 每个避难所的人数平均超过6250人 是原本容纳能力的9倍 以色列政府指责安瑞尔雇佣哈马斯基金分子 但该机构否认这一指控 联合国对加沙的生活至关重要 现在 他在那里的使命正在崩溃 华尔街日报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核工程署 安瑞尔警告称 其应对加沙人道危机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 目前有183所学校被用作避难所 这些学校在和平时期也是加沙教育系统的核心部分 该机构的应对能力受到了100多名工作人员被杀 以及以色列封锁所有食物、燃料、水和药品的影响 周二 联合国发言人警告称 燃料不足将导致该机构的功能逐渐崩溃 救护车、污水和卫生系统将停止运作 以色列军方指责哈马斯在一些安瑞尔学校附近建造隧道 并从附近地区发射火箭 联合国表示 至少有66人在其设施中避难时被杀 550多人受伤 以色列政府还指责安瑞尔雇佣了哈马斯激进分子 自10月7日以来 加沙已有超过11000人死亡 其中超过一半是妇女和儿童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 我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 关于以色列和加沙冲突的新闻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 我们看到美国面临对其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意义 拜登政府在加沙冲突期间 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内部不满和压力 一方面是来自民主党议员和美国公民的抗议 他们将这场冲突视为人道主义灾难 另一方面 以色列的支持者认为 以色列的军事回应是合理的 这表明了 对于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接下来 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对加沙人质的信息 以及高级顾问将前往中东地区进行会谈 拜登总统表示 他正在进行每日讨论 以确保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获释 并向人质家属保证援助即将到来 这显示了美国政府对于解救人质的重视和努力 与此同时 高级顾问的访问也体现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上的积极参与 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推动解决方案的实现 然后 我们看到中东的暴力循环继续滋生不容忍 加沙地带的轰炸和平民伤亡 让许多巴勒斯坦人感到创伤并充满恐惧和愤怒 这场冲突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根源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法殖民势力对该地区的划分 和平进程的失败和持续的以色列占领加剧了紧张局势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明确的终极目标和对非暴力的重新承诺 接着 我们看到斯塔末面临前作不满 因为苏格兰民族党提出了停火加沙的动议 工党的几位前作议员正在考虑违抗领导人斯塔末爵士 并支持要求加沙停火的呼吁 这显示了内部政治中对于如何应对加沙冲突的分歧和争议 接下来 我们看到美国对战后加沙可能的样貌有一个想法 美国呼吁迅速解决加沙地带的治理问题 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表示 除非与以色列达成全面和平协议 并由联合国监督 否则不会重返加沙地带 这显示了解决加沙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然后 我们看到以色列警方对10月7日袭击期间的性暴力事件展开调查 这再次提醒我们冲突的残酷性和对受害者的伤害 接着 我们看到示威者在华盛顿支持以色列 谴责反犹太主义 数万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 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并谴责反犹太主义 这显示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反犹太主义的抗议 然后 我们看到安德里亚 马内亚 谈到以色列袭击医院所涉及的法律复杂性 这再次提醒我们冲突中的法律和人道主义问题 接下来 我们看到伯尼 桑德斯面临压力 进步派敦促加沙停火 桑德斯的立场 引发了他的支持者的失望和沮丧 他们原本希望看到 他领导一场反战运动 这再次显示了在处理冲突问题上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 然后 我们看到加沙的医疗基础设施崩溃 死者无法统计 这再次提醒我们 冲突对加沙人民的影响和困境 接着 我们看到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 将加沙的困境归咎于西方 这显示了对西方对冲突的反应 以及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之间关系的担忧 最后 我们看到战争的残酷画面 让新闻编辑室面临艰难选择 新闻媒体在选择发布哪些图像时 需要权衡公众舆论和责任 这再次提醒我们 新闻媒体在报道冲突时所面临的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知